这期呢我们聊一聊美国通用汽车家庭优先折扣这个购车福利 当然我说的是美国市场和美国境内的通用汽车 那视频大概讲四个内容 他买车能便宜多少钱 哪些人可以享用 走这个折扣项目一定是最划算的吗 还有就随便聊一聊车企员工其他养车用车的软福利 首先讲着买这个新车到底能便宜多少钱 我们到这个官网看一下 使用GM家庭优先购车方案 是以MSRP原厂建议零售价为基准 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始往下打折 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的凯迪拉克XT5 原厂建议零售价45500美元 走这个折扣方案呢 可以省5500美元 最后大概是4万美元的裸车价格 那2023年的凯迪拉克凯雷德 MSRP接近11万的新车 GM家庭优先方案呢 可以省1万美元 以10万美元不到的裸车价格就可以购买 那2022年的雪佛兰Severado皮卡 新车呢是5万6千美元 折扣后是4万8千美元 相当于7600美元左右的折扣 2022年的GMC优肯德纳里 MSRP呢是7万5千美元 GM家庭优先方案 省了6500美元 裸车价格呢在6万9千美元左右 所以说基本上呢都是10%的折扣 相当于在原厂建议零售价的基础上 打9折 大家可以看到有的车呢是2023年 有的车是2022年 这也侧面反映出当前通用汽车产能 市场库存与市场供需的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以上呢只是列举的车型 其他的可享受折扣的车型 还有非常多都可以在网上查询 当然雪佛兰克尔维特 是不享受这个折扣项目的 那除了购车以外呢 还可以享受原厂配件的八折优惠 比如说原厂的行李架 脚踏板地毯拖车沟这些 那哪些人可以使用此折扣呢 官网上呢也有详细的讲解哪些人群适用 对于在职的和已退休的通用汽车 与通用金融的员工 以及工作时长超过20年的通用汽车员工 他们的父母祖父母配偶亲生表堂兄弟姐妹啊 子女孙子孙女侄子外甥女婿儿媳叔叔阿姨 以及重组家庭带来的亲属 甚至包括丧偶的遗孀或者光棍 沾边的都算都能享受此福利折扣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美国国内的合作伙伴 也可以享受此折扣 基本上呢都是与车企有合作关系的企业的员工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有个同学 他在会计事务所德勤 而德勤呢又与通用汽车有合作关系 所以说他也可以找到自己公司的HR 去申请GM通用汽车新车购买的福利折扣 那美国的传统三大车企啊 福特通用克莱斯勒 尤其是GM通用吧 与很多大公司大企业都有合作关系 所以说如果你在土木能源通信 财务金融投资法律医疗 这各个行业里的大公司大企业 上班的话 不妨看一看自己的员工福利列表里边 有没有指定汽车品牌的买车优惠 所以说享受这个购车优惠呢 不是一定要在车企或者是供应商 汽车制造业内工作才有的 那使用GM家庭优惠福利一定是最划算的消费方式吗 那结论肯定是结合市场环境 结合车员供需以及其他的购买途径综合考虑权衡一下 那先说一个市场的变化 2021年春季之前我们买新车 车行的标价呢绝大多数都是低于MSRP的 就我们不去砍价不去废口舌 甚至说都没有表达购买意向的时候 车行的报价裸车都比MSRP低10%甚至更多 那相对日系德系呢 美系车的价格优惠幅度是非常大的 这个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低行商的说法呢 就是美系传统三大的新车 MSRP的水分是最大的 那个时候呢 我自己在车行砍价都比走GM家庭优先 优惠方案要省得很多 甚至说我找一个农村郊区的车行 我带人要买 我身边朋友要买个车 在当地的市场是功过于求的 那车行自己就有大幅度的优惠了 我们都不用砍价 都不用说话 直接你就按你这个车行的标价 算一个总价就出门开走就完事了 那以上这种情况呢 使用GM家庭优先方案呢 其实它的优势是很小的 市场以前是这样 可能以后也会回归 那GM家庭优先方案呢 或者说Costco 这个超市的买车优惠方案呢 或者说第三方的折扣项目呢 都是以MSRP原厂建议零售价 为基础的固定算法 所以说使用这些折扣方案呢 就不能够再溢价了 都是定死的数字了 那回到2022年 新车市场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车行以MSRP价格卖车 只要不加价 只要不等很久 只要不放消费者鸽子 消费者都要感恩车行的这样一种市场情况了 那这种情况下 GM家庭优先方案的优势呢 就很大了 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谈判 沟通 直接就能以一个折扣的价格买车了 那这时候肯定有人要说 那特斯拉不打折 一口价 那市场供需的改变的时候 特斯拉突然降低新车售价的时候 他有提醒消费者吗 他有放风吗 其实说 就跟我在GM工作的时候 接触到一些同事一样 有一小部分人 他们就绝对性的认为 走员工折扣方案就一定是最值的 当我以朋友的口吻 就是鼓励他结合市场环境来取舍的时候 他们不听 甚至可能很生气 觉得我在诋毁他们的忠诚度 诋毁他们的崇拜或信仰 其实张小车的意思就是怎么划算怎么来 实在点说 咱花一到两个小时 调研一下市场和购买方式 能给孩子省出来一个电子琴的钱 能给自己省出来一个新手机的钱 给自家房子省出来一个装修的钱 也不用多费口舌去谈判 只是资源供需不一样 报价就不一样 那说难听点 省的钱 省的是大家的钱 进了大家的胯兜里 又没进我的钱包 对吧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张小车是爱你们的哦 那最后随便聊一聊 车取员工其他的养车用车软福利 这个软福利呢 是不是在纸面上的 是基本上网上查不到的 那比如说在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之前也讲过 我一上班 这桌子啊 有很多的折扣券 在dealer修车 养车的福利折扣带金券 我们随手掰一张 撕一张 拿走就可以了 就可以用了 我们在修车的时候 出示员工的工作卡 也有一定的福利折扣 或者说一种优先的代步车的使用权 这些都是员工的用车的软福利 当然用的是自己工作所在品牌的车 这里还包括一些shuttle 就是百度车的服务 我们修自己开的车 有时候工作过程中就不请假了 就直接去走了 去取车了 去做保养了 做服务了 之后弄完车就直接回家了 你看这一天上班八小时 本来工作就六小时不到 然后今天赶上修车 可能一共在办公室坐了三个半小时都不到 其中有效工作可能两个小时都不到 这一天摸鱼又摸走了 但是我之后离开车洗了之后 你要去修车 你要去干什么 做这些其实是私人的事 你都要打卡 都要算矿工 尤其是按小时 即工作的时候都要请假 所以说大家都开同样一款车 不同的人 他自己消耗的金钱 时间精力都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 就像在底特律的时候有时候有车展 叫北美国际车展 只有底特律是以北美大的名号来命名的 我的很多同事 他都用工作日去看车展 我当时也有一点很纳闷 这看车展不是自己放松的事吗 我都是周末去不占工作时间 但我发现组里的很多同事都工作时间去 你觉得他能看八小时的车展吗 对不对 他去看车展看三四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然后就去吃饭了 带孩子去公园玩了一天 但是他会在邮件里发我去GM的展台了 我去福特的展台了 support GM 支持GM we are the best 我们最棒了 搞一些这些宣传 配一点美数字 来一点气球和彩带 这样他一天又过去了 工作生活真的是很放松的 在这种环境下 这些都是车企员工的一些软福利了 就当给大家讲一讲 OK 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汽车文化 产品 消费 市场 商业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